各位问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耳鼻喉科蔡明少医师 我目前服务于嘉义长庚医院的耳鼻喉部 那今天要和各位聊到的主题是关于打酣和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相信大家都对于打酣这个名词 无陌生 我们周遭也一定都会有家人和朋友 都会有打酣方面的问题与困扰 但是打酣与睡眠中止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那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危害又会有多大 以及一旦有发生发现亲朋好友 有打酣和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 该如何去治疗和解决 今天就让我用简短的时间为各位介绍 打酣和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一项疾病 关于打酣和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为何会发生 它的病因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在我们正常的睡眠当中呼吸是很平顺的 我们的鼻腔口腔口咽 在我们的肺部里面 整个呼吸道是通畅的 所以在我们吸气的时候 空气就能够非常的顺畅进到我们的肺部 那中间也不会发生一些气流的扰动 进而发生噪音的问题 但是在于睡眠呼吸中止症和打酣的患者 他在这个呼吸道当中 有或多或少一些阻塞的现象 例如他的悬涌垂太长太水肿 或者是他的扁嚎线太大造成阻塞 或者舌根太大在你往上往后阳躺的时候塞住整个喉咙 甚至是两边的鼻息肉鼻腔的鼻息肉太大 将鼻腔的空间给占据 这样会造成我们的上呼吸道空间十分的狭窄 那在我们夜间呼吸的时候气流通过狭窄的这个呼吸道 那就会造成呼吸道更加的 因为负压的造成更加的塌陷 阻力会更大 也就会发出打汗的声音 那在打汗的 如果还有打汗的声音 表示其实呼吸道还有通畅 而且是有震动的状况 呼吸道粘膜在震动才会发出打汗的声音 但是如果阻塞的更加严重 那是会连寒声都听不见 整个进入一种呼吸中止的状态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呼吸道已经塌陷 已经完全阻塞了 气流没有通过 所以这时候不会听到寒声 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诊鞭人 会连续有十秒钟以上的时间 完全没有动静 一点呼吸的声音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进入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的状态 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其实呼吸中止 它会让我们在夜间睡眠品质低落 睡得不安稳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我们一整晚上里面 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 造成你吸不到空气 缺氧 那缺氧的时候 身体里面的这个交感神经就会异常的兴奋 它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把你叫醒 让你能够醒来 呼吸的肌肉恢复力量 才能够再把空气吸到肺里面 才不会造成窒息死亡的危险 因此打伤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整个晚上就会睡一睡醒醒 因为他只要一睡早就会缺氧 一缺氧就会被自己的身体叫醒 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进入熟睡期 一直在睡早与惊醒 这两个 这两端不断的摆盪 所以当他一觉睡起来 可能已经睡了八九个小时 但是一早还是会觉得 好像没有睡早过一样 还是觉得身心非常的疲累 那甚至白天工作学习也都精神不济 非常的试睡 非常的想睡觉 那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因为夜间的睡眠品质不好 所以白天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都没有办法击中 因此如果他们在开车的时候 根据统计 会比正常的人 多了将近五到十倍以上 因为开车不专心或者是开车当中睡着 而引起交通意外事故的这个机会 比一般人要多了十倍以上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呼吸中止症它不只是影响到大人 他在小孩身上也同样症状明显 在大人睡眠呼吸中止症 会以白天嗜睡的状况来表现 但在小孩反而会以白天过冻的状况来表现 小朋友因为晚上睡不好 所以白天他没有办法专注在课堂上 老师讲的东西 他就会不受控制的到处走来走去 东摸西摸 那学习的状况和成绩 也都会比一般人来的更差 这是小人呼吸中止症 常见的症状 一些行为认知方面的 一些发育不良 那但是如果有好好的治疗 那在大人小孩都能够获得 很明显的改善 关于打酸和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打酸其实顾名思义 我们可以很直觉的知道 他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上呼吸道的震动 可能是过度的狭窄 可能是过度的脏力不足 太软太垂 造成呼吸的时候 血涌水震动或口咽震动 或者是鼻腔后面软饿的震动 都会造成打酸 但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是因为打酸 呼吸道狭窄的状况 真正的导致了缺氧的状况 才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因此你在睡觉当中 有听到患者打酸 这个患者就是有打酸 但是他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呢 这个要做一个睡眠检查才知道 那所谓的睡眠检查 就是让我们在睡早的时候 身上会接一些 血氧浓度的侦测器 脑波的侦测器 心率的侦测器 侦测看看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血氧浓度 是不是有下降到90%以下 那我们的鼻腔口腔的气流 是不是有停止超过10秒钟以上 每次有呼吸气流停止10秒钟以上 或者是血氧浓度降到90%以下 才算是有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的发生 那正常人来讲 假如你每个小时平均只有5次以下的 睡眠呼吸中止发作次数 那你还可以被归类在正常的状态 如果每个小时有5次以上 15次以下 那你是轻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假如每个小时有高达15次以上 但是未满30次的呼吸中止发生 那您是中度的呼吸中止 那假如您的状态更加严重 每个小时有30次以上的呼吸中止发生 那您就是一位重度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刚刚有提到了睡眠呼吸中止症 在短期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像 晚上酣声如雷 会打扰到家人的睡觉 那白天会精神不济 白天甚至因为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白天容易血压高 血压难以控制 那白天精神不济 开车容易出意外 此外专注力和记忆力 以及学习能力都会有全面性的下降 这是呼吸中止症 我们短期就能够看到的一些症状 那长期来讲 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有许多长期的危害 以及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睡眠呼吸中止症 如果长期没有接受治疗的话 它容易造成高血压 肾脏病 心脏病 心肌梗塞 脑中风以及失智症的发生 那这些原因大部分都跟我们的晚上 夜间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 我们的睡眠结构非常的混乱 睡眠周期整个都被破坏掉了 因此当我们人类晚上需要用休息 放松来这个排解一些代谢废物 排出一些脑部代谢废物的时候 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了结构 睡眠结构异常 而没有办法进行这些夜间的休息 和组织修复的一些功能 因此在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如果长期没有接受治疗的话 他往往容易比一般人 有两到三倍以上的几率 会有心肌梗塞 会有脑中风 会比一般人多大概2.5倍的机会 会离患失智症 长期会失智 甚至也有很多研究指出 如果呼吸中止症没有治疗 长期会造成 听力退化 会造成头晕 会造成耳朵的症状 这个都比没有呼吸中止症的人 要多了两到三个以上的风险 甚至到目前 也有更多的证据告诉我们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 夜间间歇性的缺氧 和全身性的发炎 会让0.0.1癌症的机会会更高 那但是听到这些 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也不要太过担心 因为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睡眠呼吸中止症 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 及早的接受治疗 那么我们就能够 这个改善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症状 那不仅仅是刚刚的这些症状 短期的症状 是记忆力啊 这个打开的症状能够改善 对长期来讲 好好的治疗 睡眠呼吸中止症 也能够延缓老化和失智 也能够去预防 罹患脑中风 这个心脏心肌梗塞 以及这个癌症的风险